好开车族修汽车呢却被修车厂乱开价码当肥羊 同样的情形到不同的修车厂去询价竟然可以差到20倍之多 有的修车厂甚至是把从脏车上拆下来的零件 重新洗洗当作是完好零件来卖给消费者 但是超过使用期限的脏车零件被偷天换日的装到爱车 那么可能像不定时炸弹随时会威胁车主的生命安全 中间调查中心接下来就带您直击修车内幕 走进修车厂到底是修理爱车还是你的荷包被修理 记者实测同一辆车一样的毛病 不同修车厂诊断不一样 修车花费也天差地缘 他不走时车子在打 这个要加热 要加热 加热你咱们一组 一百到两百块 这家修车厂只有两张百元超就可以搞定 但过几条街状况大不同 坐赶快点 边的坐赶快点 所以换一丝要一千八就对 对对 你要换两只 还要在定位 可以四百块 所以大概四千块 对对对 不夸张修车费一口气暴增二十倍 记者借过离开 再把车朝紧隔一条街的修车厂驶去 就是坐盘还有这个 外面这个盒上头 好 这换单要多少钱 这边 因为他们太平衡了 同一辆车同样毛病 但三家车厂支出该换的零件和修车价格 全都不一样 难道消费者走进车厂 就一定得像代载肥羊吗 而且部分车厂连张报价单都不给 没报价单白纸黑字 怎么确定到底修了什么 花多少钱 事后有争议 消费者也难诉诸法律讨公道 十几年来经手上百件 车辆消费争议调停的汽车达人就说 民间修车厂长期向三不管地带 消费者只能自求多福 我现在管理不好的保修厂 如果你车过夜在那边 也许发生什么事情 也许他的员工 他的技师 也许把你车子偷开出去了 尤其你的车子是很拉风的车种 或者是很高级的车种 更会引诱他 把车开出去兜风或载女朋友 就像这部被网友疯狂转载的影片里 修车厂师傅马路上试车一路闯红灯 而且什么都没收还收八百块 还好被行车记录器全都录 不过什么都没收或许还算不信中的大幸 因为有的车厂更恶劣 一些恶劣的或者黑电的话 也许会把你车上的零件 动个手脚 把你的好的零件拆掉了 换了一个可能中古的零件上去 拆完好的零件换中古的上去 或是明明帮你换比较便宜的中古件 却收原厂件费用 除非是对汽车非常了解 否则一切神不知鬼不觉 其实中古零件就是台语俗称 台把零件 从脏车上拆解下来 不销车厂再加以清洁洗刷 偷天换日 但仔细瞧还是看得出端倪 像是零件上若有锈石或油漬 就很有可能是台把的中古零件 它里面是装油 润滑油 所以它用一个密封的四胶套 套住 但是使用久之后 它就会变成这样 这个中古件 它使用连线已经到了 超过时间之后 这个脱落 那我们的方向板就会失控 踏成冤大头 换到已经超过使用期限 有安全疑虑的中古件 还有一招 就是要求看零件外包装 有没有原厂条码 像这个零件袋 它也有它自己的生产条码都有啊 一般原厂来来 零件都会有外包装 花钱修车就是盼安全上路 但黑心车厂却把车主当肥羊 不只载人荷包 根本网顾性命